也会绕过慈祭人 我们来听听看 这时候怎么办 都是受灾民众 其实很多志工家里也受灾 法亲关怀送上祝福 法亲有43位 几乎80%的法亲 他们家里都被淹 志工一户一户拜访法亲 给予依靠的肩膀 志工三三温 丈夫忧郁症 每次病发都要借钱治疗 家里的米缸快空了 祝福今世及时雨 四天发放一万一千多份餐盒 还有 好 大家可以去看到 其实法亲的关怀 在这样的灾难里面 也是很重要 那接下来这一个画面上 我本人也在现场 是在高雄 漂亮的小洋装 光是缅町慈济志工在当地农村成立妇女缝纫般的作品 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比较改变 然后一发 好 您看看 他们也成立这样的缝纫般 并且呢 虽然不是全部捐出 但是也会来一起红发立身 那我们再看看往下走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能量 那在发生 那这也是讲到他们有关于水患的一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大象 那大象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稻子全泡烂了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肥料上来 初步讨论弟子们就是说 想要发放水稻 稻种还有肥料 除了水患当地志工访式 象群保护区的大象村 居民生活条件差还得与大象争谛 他的家也是有被那个大象踩过 这一个他们本来要住的家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本来要住的家 但是后面上人已经没办法住了 保育师姐他很不容易 好 所以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 那上人行脚高雄的时候 缅甸的家人来这里 跟上人报告最新的一个状态跟状况 然后一样的当今年要受证的时候呢 所以他们也回来受证 而且这一次受证呢 竟然有八个人一起受证了 对缅甸其实是很不容易 那在这里呢 其实也有一个大家认识的乌善丁 常常听他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他也染一待会也有他的一个故事 而他们让我们感动的还有非常的多 那你看看 他们把这样的精神带到该带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把上人带去给更多人认识 那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 稳定社会那么不平 那上人给我们一个方向 然后也给我们安住我们的心 这一股力量一棒接一棒 牵引出缅甸当地一颗颗三种子成长茁壮 一共有五个村庄 一千零八十四人士呢 他们用了五年的时间上呢 今年弟子们 乌善丁师兄的 他们呢捐出了两个溶洞 做善事要引导人有多种方法 你们在缅甸 一把米的米铺满 也是方法之一 所以你有没有听到 五个村一千零八十四人圆满两个溶洞 那在这个当下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熟悉的乌善丁的一个故事 那也藉由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们才知道说 曾经有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跟我们讲说 请我们守住大爱新闻 我们才可以知道 慈忌人慈忌事 那我们看看 金兰师姐又怎么说 有当选过村长 当时上人就说是 不要当村长这样子嘛 上人 今天回想起这句话的话呢 上人 乌善丁师兄也说是 还好当时有听上的话 不去当村长 因为缅甸政变的时候呢 上人 有那个很多的村长 都被杀嘛这样子 对他就说是 还好我有听话 真的没想到原来有这样的过程 上人叫他不要当村长 也让他避开了一些可能的灾祸 那我们现在就透过通关密语 一起到缅甸 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所以金兰师姐您好 再次看到您 美音大师好 好 是 来 您可以说了 感恩哦 感恩 这样一个上人 金兰师傅 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新年好 感恩 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有姻缘来读书会和大家一起精进 感恩上人用身心的力量 把法华经铺出菩萨道 这条道路呢 绵延从花莲到了海外 缅甸呢 与花莲的距离是有2756公里 因为2008年5月2日的纳吉斯风灾 开展了缅甸与慈濟的姻缘 在慈濟人努力的沟通之下呢 获得政府的准证 上人只是在阳光开展 短中长期的震灾 也是缅甸慈濟的源起 在震灾的过程当中呢 慈濟人分享了竹筒岁月 小钱可以行大善的精神 感动了无数的人 因为没有钱 所以农民们呢 就存一把米 敬重和珍稀每一厘米 就如当初上人推动竹筒岁月 敬重五毛钱的家庭主妇一样 每人每天一把米存起来 就开展了抚平救难的工作 带着米铺满会员参加加访的过程 让他们看到了每天存一把米的意义 也更能地感受到了上人的法 就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米铺满的效应很快的就发酵了 物资的提供是有限的 但是呢 上人给予此基人长期陪伴 并且传递的精神能量是无限的 在缅甸我们获得了上的法医 更加尽力地要来回报师父的恩 从五毛钱到一把米 都是从一个人的相信 进入到影响了自己的家庭 再进入到整个社区 这是瓷激原起 也是缅甸瓷激的原起 从一把米累积开展的瓷激 就是这样的直接重点 尊重务实 及时的济品个程 善的涟漪不只是改变了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 而是翻转了整个的村庄 在米铺满村主要的翻转 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收成丰收 更加主要是 越来越多人相信瓷激 加入瓷激 这种团队 现在等着培训的人员 已经有200多位的村民了 村里面已经有三位的 受政的瓷激委员 这样的课程感受到 就是无量疫经所描述的 一生无量 而无量来自于 大家对上人对瓷激的信任 信为道言功德目 大家守直奉道 乖乖地听上你的话 守护心理的善念 淳朴的善心 一个村丰收后 他的生活就改变以后 他们心里想的 不是说是要赚更多的钱 而是惦记着生活条件 更加困难的村庄 所以村庄的人结合力量 帮助更多贫困的村庄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大象村 这个村庄呢 它是靠近山边 它的村庄在过去呢 就是更深的深山 就没有人烟了 这里原本是大象的一个保护区 村民呢 因为很穷 所以呢 他们没有地方住 就住到大象活动的地方来 发放太阳灵板 给这些村庄呢 我们是从2015年的 帮助专案之一 所以我们就复制了 之前的经验呢 来做了太阳灵板的发放 发放后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村庄 去家访的时候呢 我们才真正的看到了 村庄里面 树木可见的一个贫穷 记住在大象村里面的鸡民 很多呢 没有土地也没有粮食 外出打工的话呢 工作机会又很少 所以很多家庭 已经是家徒是壁 家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人人都很有善心 哪怕是 那么困难的环境 在发放仪式上听到了 只要有饭吃 就要想到没有饭吃的人 他们感同身受 了解到帮助他们的人 也是环境 不是那么好的人 存下的一把命 可以帮助其他人 他们也发愿 要手心向下的去帮助人 有的家庭呢 他领起米图满 不单单是零个 有的领了三个米图满 他说一个是要做慈善的 一个是要弘法立身的 还有一个家里的小孩 他们也要一起来共善 我们进村的时候呢 都是要选择天气比较炎热的 天气才可以进村 因为大象很怕热 这样子我们进村的时候呢 大象就不会出来 我们进到村里面呢 就可以看见那个路上 都有大象的脚印 走过的足迹 很多的村民 因为他们的住家 多次都是被大象摧毁 所以他们惊吓过度 有的呢 索性就把房子呢 就盖在树上了 有一户人家呢 看到此几人来 非常的激动 他们说他们的住家 已经被大象摧毁 四五次了 他的先生呢 不断地合掌感恩 太太哽咽地说 少人救了他们的命 因为他们很怕相情 他们长年都不得安睡 大象呢 他是很怕光的 这位妇女就给志工示范 就说大象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赶快 因为也没有经济能力 时常点那个蜡烛 所以呢 就有点火把 这个火把呢 大象来的时候 他们就把它丢到象群里面去 去欺赶象群 但是这样的过程呢 是非常的危险 也非常的害怕 有了太阳能板之后啊 他们就把灯泡呢 挂在屋外 晚上很明亮 大象就不肯靠近了 现在呢 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所以他很感动 尚文和千秋之际人 给他们的太阳能板 救了他们的命 随民们呢 一收到太阳能板 大家家家户户呢 赶快把太阳能板 安装 安装起来 就是在当天晚上啊 就有20多只的象群 进入村庄 因为家家户户 有了明亮的灯光 象群看到灯光 就转向离开了 所以全村的人 非常的感恩上来 有一位太太呢 在慈激发放 太阳能板的汤天啊 突然肚子痛生产了 她就没有办法到 发放现场 去领起太阳能板 大家就把她的太阳能板 送到家里面 村里面的人 就说这个孩子 我们要叫慈激 因为是慈激在她 出生的这一天 送来了太阳能板 照亮了整个村庄 大家很珍惜上了 给的太阳能板 感恩今天有机会 向大家报告 在大环境动荡的此事呢 我们努力的发挥 维持善的力量 感恩大家给缅甸 长期的支持 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 其实呢 就是竟然师姐 讲起缅甸的故事 对我们来讲 说真的 有很多呢 都是进行事 那同时间 虽然有些我们听过 但是更多 我们不知道的是 也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词记 在缅甸 就是一直一直 在往前进的 那他们也 非常的听话 所以呢 上人的每一次 都非常赞叹 米铺满 所以米铺满 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从缅甸来开始 一直延续 这样的点滴的 一个力量 在融入 慈记 功德海 所以感恩 你们 您在那边的带动 加拿大的管心灵 就说 一把米 散循环 蝴蝶 散笑应 爱名言 拉长情 扩大爱 缅甸 自宫 到心间 在物质相对 比较匮乏的缅甸 情跟福田 不善种 翻转人生 助他人 感恩 朴实 清和的 金兰师姐 无师的 诚情分享 我们这边 槟城的 慈介说 乌三丁师兄 这个听话的弟子 避免被杀害 大家一定要把 上人教诲 听进心里 对 当我们在看 这一则的新闻的时候 我们其实 心里也会觉得 所以 为什么 一定要听话 你看 想想看 听话的弟子 包括印尼 有没有 印尼上人说 他们非常的听话 只要上人说 他们做什么 缅甸也是 很听话 乌三丁也是 所以他其实 回想起来 就刚好 幸好 有那个 听上人的话 所以非常的感恩 在这边 我们台南的书境会 做善 是不是有钱人的权利 而是有心人的参与 所以做 宜兰的黄金可说 做善事有很多种方法 要好好的引导 启发 感恩上人的慈悲 开示 不当村长 是听话的一个弟子 那宜兰的黄金可说 好漂亮的小洋装 对 我当天在现场 上人一看到的时候 就说 很漂亮 他更说 健苦之谷 缅甸水灾严重 真的很需要 大家的一个帮助 好 总之 我们希望 当您听了以后 无论用华语 或者是英文 甚至其他的语言 都可以帮我们留言 所以 这边呢 She shared that 我不晓得你是谁 但是你学说 Thank you Sestor Lee For your help in Mama 就是缅甸 And showing the seeds of the kindness there 就是非常感恩金兰 师姐对缅甸那个帮忙 同时撒播了非常多好的善种子 在缅甸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再次感恩我们金兰师姐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那 是是是是 那我们往下咯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我们的现场重点顺口6 这个部分 有美国的团队跟加拿大 以及大陆的团队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顺口6的一个部分 上个星期有哪些